各位观众老爷们欢迎收看桃广云乡 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2022年对于龙珠SHF这个系列可以说是非常热闹的一年 这一年共发售了多达27款的产品 据我所知是该系列诞生以来产能最高的一年 这一期我们就花点时间一起来回顾一下2022年的龙珠SHF 在这27款里以通贩发售的新品有8款 他们是克林地球最强的男人 弗利萨第四形态 比克Superhero 孙悟空Superhero 贝吉塔Superhero 终极孙悟饭Superhero 杀鲁第一形态 以及超似贝吉塔 以魂线方式发售的有6款 分别是超赛凯夫拉 多多利亚 萨博 孙悟饭战斗服 克林战斗服 波伦加丹迪法光龙珠套 以其他发售方式首发的有8款 人造人21号白衣 孙悟空自在几亿公罩会场版 善波欧会场 超二孙悟空会场版 人造人16号会场版 神龙会场版 布罗利NYCC版 以及杀戮外壳 再版的有5款 分别是超赛布罗利全功率 超蓝乌吉塔 超蓝孙悟空 超四孙悟空 大波欧 根据掏光玩具箱的后台数据 在这一年里热度最高的一款 当属孙悟空Superhero 这款也是私信里被大家讨论最多的 而这一年中 掏光玩具箱的观众评价 最高的一款则是超四倍吉塔 它得到了平均9.3分的超高分 最低的一款则是克林战斗服 它只得到了3.6分 平行而论 虽然这一年里也有一些像克林战斗服 这样质量比较差的产品 但是总体来讲 亮点还是非常多的 像上半年评价最高的萨博 还有克林地球最强的男人 中级孙悟范 人造人21号 白衣 布罗利亚 布罗利 NYCC 都是质量颇受好评的作品 也有超二悟空会场版这样有争议 但是也是热度很高的产品 还有多项创新的波伦加丹迪龙珠套 展现了ISHF其他的可能性 对于新玩家来说 像自在吉异公罩 大铺欧16号等等的再版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补票机会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一年炒到天价的新品 也只占很少的部分了 所以我可以武断地说 2022年绝对是SHF龙珠 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 作为普通玩家 真心希望这个势头可以延续下去 最后感谢各位观众老爷 一年来的陪伴 2023年 希望大家继续和套光文章一起 来看更多的龙珠SHF 哦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 2023年你的最佳是哪一款呢 欢迎在留言中分享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